你说英国不是发达国家吧 在人家社会福利好的飞机 人均GDP4万美元 但要说是吧 和我国相比 生活就不是很便利 不仅没有支付宝啥的 就连交个罚单都要半个小时 想上个网吧 网络信号是要差得要命 不然你以为他们为啥会在地铁看书啊 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英国这个国家 英国为大巴列滇群岛与爱尔兰接壤 国土面积约为24.41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6700万人 作为一个被誉为绅士的国度 英国人还是很有礼貌的 见面就会问好 也不管人家穿得怎样 打扮得怎样 脏口就夸很漂亮 哪怕有了冲突呢 他也会第一时间说对不起 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 英国人发生歧视的现象很少 但不能说没有 至少呢 人家的表面功夫做得很好 当面呢 就不会表露出来 这背后是在样的 就不知道了 简单来说 他们很喜欢装 而且大部分人还觉得没啥问题 都说英国人聊天 喜欢聊天气 其实呢 英国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冬不冷下不热 就是雨季来临的时候 有点变幻莫测 可能刚才还是晴空万里 下一秒就是光风暴雨 因为变化的次数多了 搞得英国人呢 都有点佛系 平时也不戴伞 顶多就是穿着 有帽子的外套之类的 要是在英国 看到有打伞的人 估计就是外国人 可能和天气有关 英国人并不会戴 室外量衣服 而是使用烘干机 而且英国人呢 其实很注重隐私 担心自己在外量衣服 会被邻居举报说不雅观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这个习惯 虽然英国说是发达国家 但真来到英国后 才知道和国内比起来 生活有多不便利 而且英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也没有我们想象的 那么发达 除了隆敦等少数大城市 能看到高楼大厦外 其他很多地方呢 都是城乡结合部 保留了不少 最原始的建筑风格 有的甚至有着 上百年的历史 而且英国最让人诟病的 就是网络 过去总有着带船 说英国人坐地铁的时候 都畅想在知识的海洋里 实际上 人家只是单纯的没信号 哪怕如今已经是5G时代了 英国很多片园的地方 还没有想象到 四级线海服务 英国的治安服务 也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在英国 你就算再有钱 也不要名目掌党地捞出来 甚至是很多国人呢 跑到了英国 买了不少设置品包包之类的 都不敢背出来 因为很有可能 下一秒就被抢走 另外像是伦敦等大城市里 会有许多流浪者 或者是酗酒者 碰到了最好离他们远点 尤其是到了晚上 想出来吃个宵夜 也基本不可能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最好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否则容易遇到一些 比较危险的事情 其次就是英国的食物 作为有名的美食荒漠 英国人最喜欢的 应该就是土豆了 炸土豆 土豆泥 薯条等等 要知道土豆 可是被英国人当做主食 这就能看出来 土豆在英国人心里的 分量又多重 至于仰望星空之类的 其实呢 英国人自己也不怎么吃 吃不惯英国菜也没关系 你也可以自己做 就是得注意油盐量 不然很容易出发烟雾暴警器 能体现英国发达国家尊严呢 估计也就只有 它的福利制度了 英国的社会福利 究竟有多好呢 像这些西欧发达国家 福利制度总是号称 总出生到入土 英国自然也不例外 要是女性怀孕的话 不仅能修长达52周的产家 而且还能拿全新 工资一分都不会少它的 孩子出生后 政府还会发放育儿补贴 一直领到孩子成年为止 要是工资不足以 抚养孩子的话 还能申请家庭补助金 医疗和教育 就更不用说了 公理院免费 但问题就是慢 看看小便都得排半天队 要是换成死理院 分分钟就能帮你搞定 就是费用呢 会贵点 教育也是一样 一直到高中全免 虽然英国现在没落了 但教育水平呢 还是很在下的 有剑桥 牛津等多所知名大学 另外英国的工资水平也很高 就算是服务院的工作 工资有1500英镑左右 折合人民币于1.3万 平均工资在2000英镑 大概就是2万人民币 而且英国人呢 从不加班到点就走 平时超市呢 在6点就会关门 要是在周末 关门的时间就更早了 因为他们会觉得 周末工作就是在耽误 他们自己的时间 虽然工资高 但是物价也很高 在整个欧洲 英国的物价水平 能排在第三位 尤其是近几年 英国的通货膨胀 屡创新高 物价是嗖嗖的涨 在英国呢 一打鸡蛋就要15元人民币 一斤牛肉要33元 甚至一罐啤酒就要11块 要是在外面吃饭 随便一份普通的套餐 价格在100到130元人民币左右 如果是你 你愿意到英国生活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财的小手 给大家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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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